歡迎收看我國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末日生存的第20集了 沒錯20集來到了就是我們的 拿鐵改造大師的那個單元 對這一集呢 要來改造家裡面的房舍 我相信大家都有蓋房子 然後我不知道其實我蠻想知道大家蓋的怎麼樣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方式可以讓我知道大家房子蓋的怎樣 像其實我有一個我有穿個粉絲團是APGAME的那個情報 然後在我簡介裡面有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可以把你們蓋的房子的圖片傳給我 可以用私訊的方式傳給我 然後然後我可以在下一集可能就是分享到大家的那個家裡面的房舍 然後你可能就因為可能沒辦法用影片的方式 所以你可能就你大概拍個四張左右給我 可能就是你可能覺得你最滿意的四張 比如說我最近就拍一張嘛 比如說我最近就拍一張嘛 這是家 這是我的床 我的房間有沒有 然後衛浴 然後可能就拍一張 我最近已經升級了 對 然後可能就是大概四張應該差不多吧 就可以大概拍四張左右 然後我就會挑出幾個玩家 那我覺得你的房設非常厲害的 我就會把它提供給下一次影片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跟大家分享 好然後現在我這邊已經經過殭屍草 所以我家的門這有被破壞 我這邊必須先住個門 好 然後呢今天要來分享就是怎麼去改裝家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因為其實這款遊戲最近沒有更新嘛 然後呢我要因應未來可能我會入其他遊戲 然後可能忽然間開放 忽然間開放玩家進來的時候可能我家可能被人家用西式炸彈 因為現在我說你先家裡蓋好了 人家如果要拆你家的房子他必須先有這個東西 這是火藥 有點像西式炸彈的那個C4的炸彈的火藥 然後他做製作完要長這樣子 有這個西式炸彈的話才有辦法把牆炸壞 可是基本上現在不要太擔心了 因為這個東西 以我現在這樣看非常難製作 對你看光這只要18格 然後你看這個 這邊材料一大堆 然後才能做出還要做18格這個火藥 然後組合成這個電子的炸彈 所以說其實沒有好做 所以大家很多人會問我說 以後會不會開放 然後被人家偷家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來講我是覺得不用太擔心 因為以現在這個地方來講 這材料要收集非常多 所以要這麼簡單侵入你家也不容易 然後不過呢今天還是得做一個防禦動作 看一下喔 這可以蓋嗎 好你不能往外蓋 好今天呢我就像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我這邊有草地 然後這邊是地面 這其實我是故意的 因為你如果你今天要省 省木頭的話呢 因為現在如果說你用原木嘛 你看我包包 我剛剛去採集一堆木頭 就是為了介紹這一集 有沒有我沒有用心 對 然後你必須要很多木頭 然後你要用最省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建一個這個地板 然後再建一個牆 你這邊都可以草地沒關係 就可以當你的外牆 因為你不用說這邊全部建滿地板 你這邊是草沒關係 所以我今天 其實我這個家蓋很大 可是我是很省空間的 因為我只有蓋兩個木頭而已 有沒有這個是 譬如說這是牆好了 牆跟木頭就是兩塊而已嘛 那我就往外圍蓋 中間這些我都不蓋木頭 那是因為我木頭不夠 所以說呢 這是國外的玩家他們都是這樣蓋 他們是先這樣擴充出去的 然後巨毛上次有講到 巨毛可以刺殭屍 可是殭屍他們不一定每一次都從左三角進來 所以有時候可能是從右下角進來 所以說我剛剛你們有看到我一開始 我的防射這邊是破掉的 所以說殭屍他其實會從不同地方進來 好 然後今天呢 我就來分享一下我要怎麼改裝 因為現在呢 有個問題就是他們可能 譬如說我舉例好了 以後玩家可能真的收集到西式炸彈 然後可能有一個兩個 他覺得一個兩個就可以侵入你家 那我今天其實會想要蓋第二道牆 好就以這邊來說好了 我先看空間夠不夠 先試一下 因為現在呢 我要先試一個東西 我先在這邊蓋一個看可不可以 因為他最多可能只能蓋到這裡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是可以在這邊再蓋一道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對 這邊再蓋一個外圍走道 這樣他今天炸完這面牆的話 他必須再炸第二面牆 這樣如果他今天只有一個C4炸彈的話 那基本上他就要回家了 可是如果他今天有兩個C4炸彈的話呢 好 那就算我 隨 然後還有方法就是外面裝個鋸碼 其實我會留一格 因為這一格可以放鋸碼 所以我現在如果外牆啊 我沒有多留一格的話 你看我這鋸碼是不能放的 像我現在有個鋸碼嘛 然後外面這個不能放 就是地圖是綠色的嘛 出地圖是綠色的 生就是一個 這叫青少綠碼嘛 好總之呢 所以說 鋸碼我要放一層 所以說我要 往內 總要三格 這是有點數學空間概念的齁 好 等於說我的牆 我就直接蓋好了 這樣廢話太多了 我先蓋門好了 好 基本上來講就是這樣子 外面是鋸碼嘛 鋸碼玩一個牆 然後再一個門 我就直接蓋 因為我今天搜集超多木頭 這個木頭應該夠我蓋了 不夠的話再說吧 今天就是要來分享一下我要怎麼蓋房子 然後其實我是個人喜歡 門多一點的 你知道我剛門沒有門對門 其實沒有門對門應該也沒關係啦 好差不多 我先蓋門好了 我喜歡先蓋門 因為蓋門的話比較好 控制我的房子在做怎樣 今天算是個很大規模的建造 這邊的話留下兩個應該是沒關係啦 好 先把門蓋好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邊可能還要調整一下 我先以左邊這邊為主好了 其實我還蠻喜歡蓋房子 我覺得他這遊戲蓋房子真的很好玩 有沒有玩家跟我一樣很喜歡蓋房子 其實我還蠻 真的很想看其他人的家長怎樣 因為幫他最近有人分 就是有人留言說 想看到大家蓋的房子蓋怎麼樣 然後就叫大家PO圖上來 那我想說可以藉我這個機會啊 如果大家 你覺得你自己家蓋非常漂亮 那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然後我就會用分享圖片的方式 在我的頻道影片中會去做置入 應該是可以啦 我就一張張看嘛 跟大家分享 好 然後如果說你們 你想要參加這個小活動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先加我的那個 我的你去看我的簡介 我簡介有個Facebook Facebook是寫Apple遊戲情報 手遊情報那一個 那是我創的一個Facebook的粉絲團 因為其實我之前就很想要介紹這一塊 這方面的東西啦 對 因為我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好 現在呢 我就可以建我的迷宮了 我覺得國外玩家比較變態 他們是建的很像 很誇張 他在中間還加很多間隔 有點像是 真的是迷宮 像我這個外圍就是 欸喔 碉堡的感覺不錯 我今天是想要這樣蓋 只是沒有時間 然後像今天也是末日生存第二十集的 如果再加我 我介紹兩 兩則新手跟那個材料片的話 總共加起來應該是錄了二十二集 我自己也沒有也嚇到錄了二十二集 而且大家也願意 願意看 我蠻感動的 對 因為其實這遊戲它 它會一直更新 所以說 基本上可以介紹的東西真的很多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我今天穿這樣 因為今天要身為一個木工就是要 我上半身 不然 汗水會 會浸濕我的衣服 對 我先喝個水 因為它的東西口渴 你是喝三罐好了 哎呀 肚子餓了 肚子餓可以吃牛肉乾 欸靠我牛肉乾怎麼見了 哇牛肉乾吃光光了是不是 喔這還有 好 這就吃牛肉乾吧 好 吃到99了 繼續建設 那我拿我最喜歡的散彈槍 他現在想上廁所 可惡 再想上啊 填地填地上 欸 等一下 喔還不信 他不會馬上想上 他這只是提示說等一下要上廁所 好不管 繼續建造 好這就是我的城牆計畫 然後像我這邊會再留一格嗎 這個我之後就會做巨馬 對 然後 現在我看我影片的玩家們 你就知道我的秘密了 所以你們要幫我保密 之後呢 我就是跟你們同一陣線 好不好 好然後我這邊有點危險 因為這邊你看我這邊的話已經建好了 我可能就要做夾層 夾層意思就是可能這邊要多一個門 這樣至少他們 他如果今天要跑進來的話呢 你看他炸完這一片以後 他進來以後 這邊還有一個門 他必須炸掉 不然他進不來 然後這邊呢 就比較麻煩 這邊的房子已經蓋好了 所以呢 我這邊可能就要隔 這邊要隔多一扇門 可能這邊要隔開 不能讓他直接到我的集裝箱的位置 因為我們最終要保護的就是這個集裝箱嘛 這集裝箱必須保護 所以說 我建議大家做兩層防護 因為為什麼我要這樣介紹 今天這一集 我跟大家講的是 木頭是最好取得的原料之一 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用有限的資源 跟最快的方式 把你家給建起來 以後你就不用擔心說 改版 因為可能大家可能會覺得 還沒改版 然後先玩其他遊戲 那有一天換你改版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家 被破壞殆境 東西都沒了 是不是很感慨嘛 所以今天我們就可以 趁 你還沒改版之前 先來做一個 防色的改裝 然後大家不用急著傳圖給我 你可以先把你家改裝完成後 再傳圖給我 就是說 就用私訊的方式 就是我粉絲團私訊 然後因為最近的留言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留言都會看 只是說 很會回比較慢一點 請大家見諒 為什麼我損血 等一下 沒大便會想尿 等一下 現在怎麼回事 我現在剛剛一直在損血 等一下 現在好像是因為 想上廁所 我可以了 趕快上一上 連想上廁所都會損血 這個畫面好笑 我把他倒停 18進的時候又到了 然後女角呢 昨天我的那個19節影片 有開 就是有214電影院提供的那個情報 影片就是有看到 之後呢 官方會開放女角 對 這是確定的事情 所以呢 未來會有女角加入 應該會變蠻有趣的 好 總之呢 今天繼續改裝 我現在目前做第二層 看一下 好 像我這個集裝箱就要移走 這一個 這個有可能就會影響到我的 防色的設計 所以先把移到這邊來 集裝箱可以旋轉 這所有物件都可以旋轉 旋轉的話是一個 然後可以變成 上下左右四個方位 像這個也可以 大家看喔 有沒有它可以 咦怎麼不能轉 所以我站在這裡 好這個不能轉 有些可以轉有些不能轉 好這個可以 咦這個不能轉 我現在才發現它不能轉 還是它轉了我根本看不出來 好這也可以轉 對你就可以轉方向 然後基本上來講 你所有的東西都要藏在裡面 你才不會說直接被人家偷 然後像我這邊的防射啊 就要稍微移動一下 不然這邊沒有抓第二層 這邊現在爐子就卡住了 所以說我就要調整這邊的動線 咦 你要試一下 這個可以移到上面來 不行 它一定要在草地上 集水要在草地上 然後我現在格子來看 這個可以先移走 這個其實是多餘的東西 先把它移到別的地方好了 移到角落好了 以後馬養到角落就好了 像我今天就是主要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怎麼去調整你的物件 像這個東西啊 這一台機器呢 它就可以移到 裝塊上面 比如說移到這邊來 這樣其實會擋到我的動線 所以說 我們在規劃動線的時候非常重要 你要怎麼去讓你的物資可以一次使用到 其實它可以跟我的石頭擺在附近 因為我石頭好像在附近 應該是 這個是木頭 石頭在這邊 很好 你就擺這裡就好了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我的 有一個集裝箱呢 它是在上面這個位置的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要擺這裡 因為我的石頭在這邊 石頭跟礦石可以 類似的東西放在一起 好 這邊是個大改造啊 所以因為很多玩家 他們有 就是你們有看我的影片 你就知道說我家帶長怎樣 應該很 應該不會陌生吧 每次看都長這樣 好 這樣子就搞定了 然後再這個把它移 下 因為我現在這邊擋到了 這一塊就有點危險 到時候可能就要調整 這個洗澡的呢 這個洗澡的呢 看一下喔 還有哪邊可以放 這裡放一台 放那種乳啦啦的洗澡機 可是洗澡要跟這個放一起的方便 所以說要移動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 這個曬東西的應該還好 因為這個肉乾其實我沒有很少 很常吃啊 所以我才做一個而已 對 因為我今天 分享這個影片是為了 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就是稍微有經驗啦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未來呢 他會炸牆壁嘛 玩家如果炸你的牆壁的話呢 你現在先做這些措施啊 絕對是有幫助的 然後門的話呢 你一定要蓋在一個 比較好的位置 也不要全部蓋門啊 因為會很吵 會是卡卡卡卡的聲音 然後有些玩家蠻喜歡那個門一直開的聲音 會覺得很爽 他覺得莫名的一個心情很好 OK 這邊就有個陽台了 這樣他進來的話 這邊就像 就像迷宮一樣 他覺得哇靠 這個家是怎樣 蓋那麼多層 當然喔 因為我們要守護我們的家園 絕對不能讓 小小有機會偷我們 辛辛苦苦採集來的東西 好 你看我看一下這邊幾格 對這已經沒有格子了 所以他這樣炸掉以後到這邊還有一層 他就傻眼 怎麼全部都有一層 他覺得 蛤我搶錯家了 好這邊的話呢 因為我這邊其實已經蓋有點滿了 等一下喔 我現在要蓋這一層 好 這樣他這樣炸掉這邊以後 他可能會以為過來這邊就可以偷東西了 欸 我這邊有個集裝箱就把他做好了 後來就留個空箱給他 進來的人就看到 靠怎麼會空箱 好不容易炸掉這塊牆 他等於說要選擇 然後各位玩家 如果你今天想要偷我家的話 也可以歡迎 可是我跟你們說 我會常常換位置的 然後我會設陷阱 因為未來有這個捕獸甲 捕獸甲 這個捕獸甲我做好的話呢 所以你可以放在家裡面 放在草地上的話 那進來可能就會有機會種捕獸甲 好 剛剛那塊已經完成了 再來是這邊 這邊的話呢 就比較危險 因為這邊很薄 他這邊的空間不夠 對 這邊空間不夠 很麻煩就是這一塊 這塊比較麻煩 因為這一塊 呃 這塊因為他有這台車的關係 所以他影響到我們的動線 嗯 這邊我要想一下 因為這邊移動的話我還蠻麻煩的 工作做移動的話 只能夠先把這邊的東西往這邊靠吧 看一下喔 工作桌 對然後大家盡量把工作桌旁邊擺一個集裝箱 就是你的物品集裝箱 這樣會比較好拿東西 因為像這兩個是布的 布的東西跟這個在一起 所以如果要移的話 我就要思考要怎麼移 先把這台移走好了 因為我先不移走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去調整我要的動線 可以最後再來調整 就是看我要怎麼擺那個集裝箱的位置 先把移過來好了 因為這邊必須先做一個隔牆 好 先做在這邊好了 這樣加他會變小一點 可是我覺得是比較保險的 好 很好 天啊 我家變得好窄的感覺 跟 有沒有 我今天講的就是像迷宮一樣 因為我現在一定要讓他是可以 他要炸兩層才有辦法進來 然後如果他今天炸彈只有一顆的話 基本上就安全了 可是如果還有兩顆炸彈的話呢 好 那我家 我就要設很多陷阱 對必須設陷阱才行 好 這邊就可以這樣蓋 OK 這樣蓋的話呢 好開心喔 這樣感覺好開心喔 好像迷宮 隔間 好 這樣他怎麼蓋 這樣目前來講就是可以讓他炸兩格 他過來這邊的話 這邊必須再炸一個才到裡面來 所以這樣應該是OK的 然後呢 我的桌子要擺哪裡 桌子就比較麻煩 因為這有一個動線上的問題 其實我想要把桌子擺上來上面 因為這上面還蠻空曠的 只是說 重生點的話 是最好跟我們 常使用物件在一起 像我現在重生點啊 哎呦 卡住了 這就是這個箱子就卡到了 所以說就必須把它移走 真是非常麻煩 麻煩的一件事情 好 這個呢 我看一下先把它移到哪裡 這是空箱子 空箱子呢 先移上來好了 先移到機車這邊來 OK 欸 這邊有門 自己都迷路耶 好笑喔 對 這是我的家 然後我想看 大家會想怎麼建設呢 動動腦 我們來試試看我們要怎麼改 好 先移上來好了 那是空的 其實我最理想的方式是 上面那一塊 這邊其實不是很理想 因為這邊是一開始 不會玩的時候建的 然後這個草地 這個重生點啊 可以移動 我上次有講 因為有些玩家問我說 是不是不能移動 說是不是不能夠擺在家裡面 是可以的 然後呢 擺在哪裡呢 沒空間啦 好擺這邊好了 這邊是我比較常會出現的地方 好 重生點的話 我就在這邊 直接從這邊進來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工作桌 其實可以坐在這附近 這幾個箱子都可以移走 這箱子沒有東西啊 我就可以把它移走 因為像這個其實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大工程 也不是小小的 大工程 所以說你要 如果說你先擔心改版的時候 會有一些 突發狀況 我們無法控制 因為不知道聯絡塔什麼都會做好 做好後 所以大家就會去做一個 呃 對 大家懂得 其實很多人想要去偷人家家裡面 包括我自己也會 因為我會好奇說 欸 可是也還好 你看包包有限 所以他要拿 也只能拿一些貴重品 好 可是還是會很擔心 說實話 我自己也很擔心 就像如果我們今天去 拿家家裡面 貴重的東西 可能 恰之他可能別人也會來 拿我們貴重的東西 所以 我們第一道防線 一定要先做好 所以呢 我現在就會先開始先做這個防線 其實這個單元我很久之前就想要拍了 就想要跟大家講解說 怎麼去調整你家裡面的物件 跟升級 好那我先講一下 現在開放的話 地板到 可以升到三級 三級地板就是石頭地板 就這個 一級地板的話就是右邊這個 我現在採的格子就是 這是一級地板 簡單講一級 二級就是木地板 三級是石磚地板 好牆壁的話呢 一級是長 長這樣子一條一條 這個 右邊這個 好 二級是長這樣 三級的話 磚塊的牆面 好 這就是一二三級 目前是到 目前升級的是到這裡 然後對 然後等一下我今天 最後會介紹214的電影院 提供的翻譯 最新版本的 對 他有提供一些翻譯 然後呢 已經變成我一個單元了 不錯 好 然後呢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調整完 差不多快調好了 大致上來講 主要是動線 然後再要習慣性 因為 其實我覺得每次動網 都會有點忘記我東西放哪裡 等一下 那我剛剛有個桌子 這東西是什麼 就可能要知道說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搂雷 搂雷都在裡面 勞力士 好 這樣我兩個工作都可以擺這邊了 太好了 來來來 有加入 工作桌擺這邊 看一下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動線 應該是不會 因為我還是會 我都會流走道 因為我發現這遊戲大家建的家 都差很多 因為我看很多外國玩家他們的家建的怎麼樣 然後我家應該算已經建滿了 就是說 哇靠 這是武器庫 武器庫這是我最重要的東西 像如果說你覺得很重要的東西的話 我的話我會多建幾個防線 把它藏在一個武器庫裡面 可能在第三層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 等一下喔 其實武器庫我就會建 對 我會建一個武器庫在 我覺得很適合的地方 太好了 我這邊就可以把東西都全部移過去了 好這樣子的話呢 盡量你的工作桌 跟你那個東西要在附近 奇怪我的 裝備做在這裡 裝備在這裡 我可以做個更衣室 然後 看一下哪個地方可以做一個武器庫 可是要好走進來的 往這邊移的話 可以喔 我知道了 先把 這個 往這邊移一點 好這樣子的話我等一下可以做個武器庫在這附近 好 武器庫的話大概 應該要四五個以上吧 因為它裡面不好走 所以這個桌子先移走好了 可是這個桌子可以移到哪去 因為它只能在 有升級的地板上面 好先到旁邊去好了 好 武器庫可以蓋在這邊 可是會不會影響到動線 看一下喔 這邊先把它移走 這個就是全人建造網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遊戲好玩就是 這樣子移動東西超方便 都不用拆掉 除了地板跟原本東西要拆以外 其他都不用拆 武器庫我在想它的大小要建多少 我要多少木頭 這樣子大的小夠嗎 我是很怕擋到 這邊123 這邊要再多一層 我想要武器庫不在這裡 好 很好 今天很多大家都知道我的 我的房舍秘密了 所以我必須幫你滅口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對 所以大家小心不要讓你們的秘密 被人家知道喔 對 裡面的家裡的那個房舍啊 如果被知道配置的話 就很麻煩 因為你可能就會 因此呢 吃虧 不過我是很相信大家的 所以呢 如果你們要來拆我的家 炸我的家 歡迎好不好 拜託來 對 因為 東西在採集就有了 沒關係 如果你們想要來 攻略我家 呃 我不喝哪點 歡迎大家來攻略一下 沒關係 因為 這只是我現在目前的樣子 而已 我在改版之前 如果說開放之前 我絕對會來帶 再一次大改裝 所以說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來攻略我家 我非常歡迎 沒關係 好不好 對 我是很大愛的 因為這遊戲我覺得好玩就好啦 對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攻略我家 我覺得也算很有榮幸 可是首先呢 你必須要知道哪個是我的家 好 這是我說的第三層 這第三層就搞定了 這都當我武器庫在裡面 其實我看他們國外玩家他們會建很多層 就是 呃 就像我現在這樣的建法 你看你到第三層 第三層這裡的話 我就當武器庫 這邊武器庫的東西 我就會放最高級的東西 像我最高級就是剛剛這一箱 呃 這一箱 這一箱 這一箱是我現在最貴重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現在不能製作 未來我會製作他就沒有那麼的高級了 靠 我裡面的地板不夠 好 這個還要先升級一下地板 還好升級地板 不好意思我今天準備好了 準備超多地板 要拼的 我先多拿幾個好了 對 所以我最近覺得說 這款遊戲沒有什麼 新的更新的話 沒關係你就可以來玩 玩玩那個 房屋大改造 全能改造完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好來吧 這邊先建幾個 至少要建個幾個 哈哈 ok 好這些箱子呢 這箱子是沒東西啊 我要檢查一下 這是沒什麼 我卡片箱 卡片箱也可以放裡面 因為卡片箱 也蠻重要的 這個東西先移走好了 這已經是普通 對我來講是普通箱子 沒有東西的 然後呢 我的武器箱應該是這一箱吧 剛剛我沒記錯的這一箱 先看一下是不是 對 武器大全 然後還有一箱是 服裝的那一箱 材料我都覺得還好 材料如果要偷就給他偷啊 因為 最好收集的材料 我就覺得沒什麼差了 然後這些武器是很難打到的 花好多時間喔 好你看喔 先走進來 各位 Everybody 這是我的 武器庫跟服裝庫 好然後這種比較弱的集裝 現在就把他移走 移去外面放 移到 這裡好了 好 這兩箱好像 這裡沒什麼 等一下 先把這移出來 這是我的服裝 服裝把它移進去裡面 武器 好 這樣的話就有兩箱了 然後我剛好空的那個 大箱子 哪一箱 他如果以後可以做一個預覽 我有耶 我有放大器 我昨天一直說我沒有放大器 19級說沒有 我找到了 放大器在這裡 跟黃金放在一起 好 這一格先把它 這個 這個集裝箱先把它拿進來好了 因為我現在武器超多的 已經爆掉了 可能沒有比你們多 如果是老鳥玩家的話 我不敢跟你們比 我在你們武器比我還多 好不好 對 因為我武器都拿去跟泰坦拼命啊 好 又肚子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有 不錯的武器了 卡片 這個可以先移出去 真香 真香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把它放到第三層 好 今天主要這個就是我的配法 我今天一直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哇 配好幾層 有沒有 像迷宮一樣 我來講解一下 我今天是小偷走進來 他從前走進來 哇哦 然後砰爆炸 好炸掉這邊了 他覺得成功了 蛤 什麼草 石頭 木頭 然後果實 生氣 然後就走進來 哇這蠻漂亮的 應該這邊可以進得去吧 基本上又有一個門 好炸掉 然後想要踩這邊 皮 好拿沒關係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又一層 炸彈不夠了 進不來 有沒有 然後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給他蓋個三層 就變第四層 這邊再蓋個第四層 應該很屌 先不要好了 先蓋三層就好了 我的秘密就被大家知道了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規劃看要怎麼建設 之前就有想過了 因為想要加巨馬 巨馬我會放到最外面那一層 巨馬 就是 最外面那一層我都會留一個空格 就是這邊我剛有講 哇 三層這邊 這邊就巨馬 然後巨馬的地方 沒有門的地方我就會放巨馬 好巨馬我先來做一下巨馬 巨馬嗎 為什麼要疊字 巨馬嗎 等一下喔 巨馬嗎在哪裡呢 我找一下巨馬嗎 好那很多 玩家問我說這些東西幹嘛的 先留著吧 這些東西 還有我的手機 收集要二十幾支 你要開手機店是不是 手機應該不用收集那麼多 因為那個東西還蠻好拿到的 大概收集一個 有就夠了 因為之後如果他用到一定也可以達到 總之大家可以收集一些你比較少見的東西 同樣重複性的東西不用收集太多了 像我比較需要收集就是那個天線網 好我已經不知道我天線網到哪去了 等一下我要先做那個巨馬 巨馬的話需要繩子 然後鐵片跟原木 這樣就可以了 我來做 等一下我沒有格子 我的身上格子滿 喔可以跳耶 你看我的人在跳耶 他會跳那個 很可愛 在跳過去 好等一下喔 先來做一下那個 巨馬 好今天可以生來一些巨馬 巨馬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而且我放巨馬 巨馬其實很好做啊 只是你會去外面要多收集一些鐵片 好巨馬 因為我那天有被殭屍攻擊 我現在想要先做四個角落 好這些秘密之後 有看我影片的朋友們知道 然後巨馬來囉 巨馬就放這邊 然後記得朝外不要朝內 你走去就被自己刺死了 然後在家裡死掉的話是可以 不用擔心的 因為呢 你的東西可以撿回來 那我剛剛講的這邊是防射對不對 像這個巨馬就會蓋在 這裡 這樣子 等一下喔 這樣我有危險 我先看一下會不會吃到自己 還好 這樣應該還好 其實走的時候很小心 因為不小心就會省血 要省10滴 你只要10下你就要死掉了 好 巨馬的話呢 等一下 我石頭是不夠啦 好像繩子喔 繩子很多 我現在覺得我家已經像迷宮一樣了 現在會覺得很痛苦 可是我說真的 這遊戲 你玩久你就走習慣了 走習慣以後也沒什麼 對不對 不就走個走迷宮嘛對不對 小case 好 石頭呢 欸石頭用不到 好 再來再來 看可以生產幾個巨馬 哇 生產巨馬真的很好玩 好 看一下 哇 好多巨馬 巨馬之前一開始還覺得很難做 我想哇 國外玩家他怎麼可以做那麼多巨馬 對 然後有網友問我說 就玩家問我說 我都看誰的那個實況 國外誰的實況 我跟你說 你們只要搜尋這個遊戲名稱 你就會看到一大堆人在介紹這款遊戲 超多 國外超多人在介紹這款遊戲 可是我說真的 沒有幾個介紹得到很詳細 因為他們都是跳著介紹 對 我沒有說我介紹很詳細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說 就是我沒有看到我真的想看的內容 欸 這邊什麼回事 我剛剛測試了對不對 嗯 好吧 我只能把它拆掉 因為這邊這樣多餘了 因為這角膠我很重要 我必須要使用這角膠 刪掉的話就是 點選你要物件 按左邊這個紅色的 它一直就是拆除 一次全拆 拆地板就拆牆壁了 這到我學起來了 我這邊原本不知道 好 這邊呢 這個地方我平常根本不會來 可是呢 其他玩家會不會來 我怎麼知道 我必須在這邊先建好 巨馬 所有角落我就先建好巨馬 因為他們通常玩家 的習慣就是會 鬧著邊邊走 那如果你鬧著邊邊走 你就中計了 呵呵 有沒有 來吧 被我巨馬刺吧 好 再來就是這角落 家裡的四個角落我都會先建好巨馬 這樣好像建不下 所以這邊不能建 這個角落就不能建 這角落就是最薄弱的角落 我之後可能會做調整啊 這邊 因為這邊我之前不知道啊 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呢 我等於說把自己控制的那個 啊 這邊也不能放 好吧 我家這個角落就失敗了 這角落就麻煩 就變一個遺失的角落 這邊也可以建嗎 我這邊可以放 反正你就盡量放巨馬 放在你不會走的地方 你要記得你平常常走那條路 你就不要放巨馬 你真的會刺死自己啊 好 這邊是我平常都不會走的地方啊 對 你看 這邊平常我都不會走 可是人家來的話 而且哇靠 他們要躲很難躲 因為真的很多巨馬很難躲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家的動線怎麼走 像以後我可能就會走這邊出去 嗯 這裡可以放巨馬 好 今天的 今天的單位大家覺得有趣嗎 叫做 呃 蕭小物入之 建築篇 好不好 這是今天的主軸了 好 大致上呢 這樣就建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家吧 好 從左上角來講呢 這邊就是一個 第一道防線 然後這個巨馬除了可以擋人以外可以擋殭屍 對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一二層 然後這邊有三隻殭屍問候他們 這是我的那個 呃 這叫什麼 管理員 會不會叫欸 會不會有聲音嚇我跳 好 這邊也有巨馬 什麼都巨馬 這邊失敗 巨馬沒 好 到時候可能會把這邊拆掉吧 這邊其實 這麼長也沒有好看 也不好看 對 我可能把它建 然後這邊可能會往內移一點 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巨馬區了 腳腳位置 好 今天大概就是介紹到這裡 讓大家知道可以見幾層 然後你可以在更新之前趕快做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說之後聯絡打開以後 可能就可以開放很多物資可以做 然後當可以做這個C4炸彈 跟C4 這個 這個炸彈 就是C4的火藥 然後炸彈的時候呢 各位 大戰就要來臨了 不過我覺得蠻好玩的啊 試試看嘛 因為你今天 今天人家可以搶你家 你也可以搶他家 大家資源就互相 互相那個嘛 只是看誰建的比較快而已 我這裡像迷宮一樣 好幾層 所以他今天如果進來找東西的話 也要花時間 然後不知道會不會跟玩家相遇 就譬如說 我在家裡面 然後忽然間有人進來 然後會不會警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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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有人要進來了 然後希望一次移植就好 如果太多了 我覺得也打不贏 對不對 然後其實開槍的時候這個 我現在按這個按鍵呢 一直忘記講 就是消耗的時候 這個白色圈圈會減少 對會有消耗量 對 這個其實我知道啊 很多東西 對很多其實 呃 很多大家可能看到 你剛好只看這一集 剛好看這一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多東西我不知道 其實我都有介紹過了 因為我已經介紹20集了嘛 所以前面很多集數 我都有分享不同的 一些遊戲的內容 所以其實很多概念 我應該都知道啊 然後有些老手玩家 也會常常提供情報給我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大家 互相的提供情報交換 好 這就是今天的那個 建造大教學 我就是這樣建造的 然後看你們怎麼決定 如果你們建造不錯的話 你就到那個 APP手機情報的粉絲團 然後你就可以私訊給小編 然後呢我就會看到圖片了 然後我再會看怎麼去分享 我再想一下怎麼分享 然後大概 大概四到六張圖 不要太多 不然我可能我也不知道什麼 對 你就截圖 手機截圖給我就可以了 對 然後你就寫說 這是 你就想一下你的名字 可以想一個帥氣的名字 我就說 這是某某某誰的 然後我現在先開放 不要太多好了 前五個就好了 如果你們願意做這件事的話 前五個 給我的 我就會先公佈這五個 其他的話 我就往後排 好 再來我們最後要介紹就是 那個 惡意識情報網的新資訊來路 總共有四個資料夾 然後他最近 呃 升學 就是在忙 所以說他可能就會 有時間在翻譯 我們就看一下他翻譯的 分享一下 好 然後 疊天線 這應該就是我 這我撿到 就是那個天線往上面的蓋子 然後可能天線往建好後呢 呃 我講一下好了 像這個地方就是 之後我們會蓋這個嗎 聯絡塔 應該叫聯絡塔 呃 聯絡塔在前面這裡就有了 這是聯絡塔 聯絡塔可能跟機車一樣 他要設四個物件 的收集好以後 建完以後呢 你可能還要繼續再收集其他物件 就像這個東西一樣 像機車 呃 機車他是不是 呃 你今天收集好 製作好以後還要收集這些物件 等於說要收集兩次物件 所以他這個資料呢 應該是之後會 要蓋在上面的 好 簡單看一下 再來就是鐵棒 這是鐵釘 對 然後巨刀槌 巨刀槌大家也知道 就是巨刀槌 對 巨刀槌這隻武器我有 他長這樣子 剛剛大家有看到吧 我的武器庫 他是長這個 巨刀槌就是這一隻 對 他穿起來的樣子會長這樣 很帥 嗯 欸怎麼用嗯嗯的聲音 好自己幫他配音 這就是巨刀槌這隻武器 好然後下一個 這隻武器也蠻強 他就把殭屍鋸成一半 剛好夫球俱樂部 來了 剛好夫球就這隻 這隻我記得 我忘記我們拿過耶 一開始好像拿到 這隻是不能製作的 目前不能製作 他可以在外面打殭屍 或打攝影採集都可以拿到 或打NPC都可以拿到 應該是打NPC拿到啊 殭屍應該拿不到 NPC 好彎刀 灰板 這個還沒出來 咦 剛剛那個掉掉了 好這個是 礦石 這裡還沒出來 橡膠部件呢 這個是要蒐集的 他不能自己製作 你要到外面去 開箱子 或者是殭屍 或者是NPC會掉 好這個也是一樣 不能自己製作的 他這些東西都是不能自己製作 都要用蒐集的 簡單帶過 好就是這些東西的物件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這個情報的話 我會提供在這一集的 影片內容裡面就是下面會有那個內容 上一要怎麼回去 界面翻譯 界面翻譯建築 它這是界面 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界面 剛我講的建築就是這個頁面 大家這英文直接翻譯就是建築跟家具 好下一個 這是一個 看你失去的連結 這應該是你斷線了 我還沒看過這個畫面 如果你今天 連線不穩定 斷線應該會是這個畫面 好這就是設置頁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 可以調整語言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有什麼語言 音樂圖形 好 像現在官方呢 開放的語言就只有這些語言 沒有中文 對很可惜 我們現在只能未來看有沒有中文化 目前還沒有中文 然後旁邊是音樂 我們現在對照一下 聲音開關 圖形 然後規則 它有個叫規則的地方 然後Facebook 它沒有Facebook 所以有人問我說 怎麼知道遊戲公司的那個Facebook 就直接點下去就可以到了 然後這是登錄連結就是這個 因為我也是用這個登錄連結的 所以我沒有所謂的登出的問題 它每次遊戲開起來就會直接登錄了 好 這個是 X加速器 這應該要花錢的 你才要增加你的經驗值 好 這是藍圖的積分 積分的東西就可以拿來 講解一下 藍圖的積分 藍圖的積分就是上面這個 它寫P O I N T S 這個 這個話就是說 你升級的時候 你會拿到一定的積分 你才能製作藍圖中的物件 然後你不要亂點喔 不要每個都點喔 有些東西 你不想製作 你就不要點 因為它需要消耗 像這個需要兩個嘛 右下角寫 如果你把它用完以後 你之後想要升級其他東西 就不能升級了 你就不能去製作啦 不是升級 是製作 比如說這個點數是拿來是做 製作藍圖面物件的 每個物件你要學會它 需要花這個點數 好 簡單就是這樣講 所以說你就是配點 然後有些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的 有些我製作的東西 我點數沒開 我跟大家講 那時候我做洗點 因為它這遊戲有送那個 錢幣嘛 我一開始就發現 欸不夠 我就用洗點的洗掉以後 它的點數全部會歸為 會回來給你 比如說你已經有20點 你點完是20點剩0嘛 然後如果你今天花它裡面的錢的話 它會直接把20點還給你 你可以自己重新配置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聰明 我就不會再選我原本 像農田這個 如果你做過我就不再點它了 因為我已經做好了 我幹嘛再點它 所以我就把點數留下來 想要做後面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配點你可以自己 這個不要亂配 因為你之後可能會不夠點數 先配你覺得需要的東西 或者是因為我剛剛跟你講 你可以把點數洗回來 可是它就變成說 上面那個就是變成說 你要花它裡面的遊戲幣 你才要把它洗回原本的技能 就是很像我們這麼講 以前我們玩遊戲 會有刷回技能那個東西 好情報攻略 喔這邊很長喔 這邊我今天就不練了 哇今天累了 今天好累 今天沒辦法再練這些東西 簡單來講 這邊就是FB提供的是 他們在FB FB上面做了提供 未知感染的爆發消滅了世界上大多數人口 人口 生命正在從人們身上消失 但這場流行病正在 將他們變成無辜的行屍走肉 獨自一個人或盟友團結 好後面請大家自己看 好累 因為我今天比較累一點 所以沒辦法講太多字 好 然後這邊是他的一個 也是音範中的部分 他說我們的團隊 主要簡單來講就是 這個團隊還在努力做這個遊戲 然後這遊戲他們會一直在做更新 就像我的影片會一直更新一樣 所以呢大家就給他們時間 如果你今天覺得 欸玩膩了 沒關係也可以先玩別的遊戲 有空再回來玩 OK 對因為這遊戲也不會幫死你 有時間自己控制 對 就像我今天會做防射改裝 對不對 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情 平常不會做的 好下一張 這是他先提供的一些 他們畫的類似圖片 3D圖 然後還有這個寫到說 這個工作台可以做弓箭和弩 所以未來應該開放新的武器 就是弓箭或弩 這是未來會開放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說 官方他們說 如果說你有任何的意見 可以寫信給他們 你就可以用英文的方式寫 所以你英文如果寫得不錯的話 你就可以寄信給他們 像我可能會寫說 very good 然後就結束了 好 這就是還有一個 可以填寫英文的地方 大家如果說我今天講太快 或者頁面太快 你就按暫停的部分看 平台 OK 這就是他一個選擇 部分 最後一個資料夾了 哇 他真的很用心 214電影院我覺得 他不是只是個電影院 他是個情報戰 要不要改成214情報戰 超強的 對 那翻譯的部分 大家不要太care他翻得怎樣 因為翻譯其實每個人 在對於語法的部分 翻譯的方式本來就是會跟口述方式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翻譯 主要是提供這個情報給大家 對 口供製作 爐子使用原木和木板進行操作 好 這就是我們平常用的爐子 狩獵 他說 狼看到我們是飢餓的 所以他想吃我們 好 這是狼平常欺負我們的時候會過來的 然後跑跑一定是鹿 好 下一個 玩家 好 再來是耐久性 好 OK 再來是手工藝 這個手工藝 這個 主角是 這是有點像是 怎麼講 萬人的 什麼都會 超強的 好 今天那個214電影院的情報 我們就提供到這裡 因為今天我 我不會很難流淚了 我沒辦法一個一個講 不過呢 大家可以看情報 然後網址也會留在我的 影片下面的內容 然後這個所有東西 這個部分的製作 全部是由214電影院製作 不是我製作的喔 所以說 版權所有是屬於他的 如果你們需要轉貼或什麼 請先跟他說 看可不可以使用 好 OK 今天呢 我們的全能改造完就到這裡了 然後這個裸體 對我今天應該配這武器還是 比較像啊 比較像這個木工嘛 哇 你看這武器很帥 我很喜歡這一把 這把 超強的 你看而且它其實 很多玩家有跟我講說 攻擊技巧 就是 這個技巧 它灰的時候 你看喔 它會有一個 定格 喔 我看到有點平易耶 是怎樣 現在有點像三國無雙 欸 我剛才用出平易的 剛才有一個平易招 好 算了 我這方面可能沒有那麼強 我還是用走位的 我比較會 走位就是逃跑殭屍的攻擊 好 今天我不和拿鐵的改造篇呢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這一篇的話 可以按個喜歡 也可以分享出去 然後也謝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然後我會再繼續介紹 很多遊戲和這款遊戲 只要更新我會再介紹 如果目前沒有更新的話 我會先介紹其他遊戲 然後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喔 那我們就下個遊戲見 如果有任何問題 在下面留言給我 掰掰